哈喽大家好,我是荒景坚一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专门做日本电商的一个视频 就是帮中国的品牌去开拓日本市场做日本市场 然后我今天邀请了一个专家 大家好,我姓邓,是福建人 我大学在北京,是日语系的,在大学学习了四年日语 那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日本? 是的 去了东京 对,我的第一家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一家移动运营商 叫NTT多国梦 NTT做了六年以后我跳槽去了Amazon 亚马逊日本,它的总部也在东京 日本最大的电商有哪些呢? 日本的电商平台主要有三个 第一最大的本土的电商平台叫乐天 但是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客户们 经常会听到乐天会误会成那个韩国的 很多人以为乐天是韩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先我这边解释一下 日本的乐天跟韩国的那个乐天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 那为什么两家都叫乐天呢? 日本的这家乐天它的日文名字叫楽天 日文是有汉字的 所以乐天的楽天这家公司的汉字就写作乐天 但是韩国的那家乐天 它的英文名字应该是叫Rotte 但是他为了在中国发展 他取的就是他取的中文的名字叫乐天 但是其实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司 这个也没有投资关系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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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 但乐天的那个老老板 他是在日本的朝鲜人是吗? 听说有这样的传闻 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好那我们回到话题 一个是Amazon一个是乐天 是还有第三个是雅虎 雅虎日本 听到雅虎可能大家也会有一点好奇 因为它的发祥地是美国 但是美国已经没有雅虎 然后中国更没有雅虎 所以大家听到我说 日本的第三大电商平台是雅虎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很好奇 阿虎在日本做的非常好 他是软银旗下的 而且他在日本就是各种业务都开展的非常好 在我的印象中 雅虎是一个媒体的平台或者搜索品 搜索品 他们也有做电商是吗? 是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是阿虎拍卖 雅虎 对 其实雅虎拍卖也算一种形式的电商 大概五年以前 雅虎就开始发力电商 因为阿里巴巴的最大的股东是软银 然后雅虎也是软银旗下的 孙正义是很想要把中国的这种成功的阿里巴巴的模式 想要带到日本去 才复制成功的模式 所以对孙正义来说 雅虎Shopping 对他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 并且也花了很多的钱 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在增加雅虎日本的一个份额 亚马逊乐天 雅虎这三个族有哪些区别? 有一些中国的想要做日本的一些品牌 经常会问我的 可以从四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平台提升的角度 比方说亚马逊是以产品链接为单位的平台 所以他很重视单个产品链接的排名 一个产品只能拥有一个商品页面 多个商家必须要采用同一个页面 但是乐天跟雅虎的话 他并不是以产品为单位的 他更多的是以这个店铺为单位 我觉得跟中国的淘宝或者是天猫相似的 电亚马逊不一样 他没有要求说同一个产品只能有一个页面 这是平台本身的角度 Amazon的话偏向京东 对是的 乐天偏向那个天猫 我觉得大家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好吗